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Bendy来自IvanBaking 今天终于来教大家做很多人request的马卡龙食谱 这个食谱要做好必须一先准备所有的材料 因为每个步骤都不能停止 在一个碗当中加入杏仁粉还有糖粉 一些的盐之后过筛 今天我用比较细腻的筛子 为什么呢 这样做出来的马卡龙会更加细腻好吃 那么这个需要一点耐性 因为杏仁粉会比较难过筛下去 好 用搅拌器把它们搅拌均匀 在一个碗当中呢 加入你的蛋白 最好是要用凉 就是用这个40g来凉 之后用机器来打扮 打扮到它们有泡泡了之后呢 就停止加入一些的搭搭粉 如果没有搭搭粉可以用柠檬汁或是白醋 这个帮助蛋清定型 之后继续打扮 打到它这样子有软软的这个流动性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加入细砂糖 煎分两次来加入 之后打扮 加入第二部分 继续打扮 做马卡龙呢 打扮这个蛋清的程度很重要 所以我会解释到比较详细一些 打到这样子湿性发泡 就是soft peak的stage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停止来加色素 在这个层次当中 今天我用红色的色素 gel food coloring会比较好 不会让你的这个蛋清呢 它的浓稠度跑掉 加了之后继续的打扮 打扮到你看到它们开始有明显的纹路 并且光泽了之后呢 停止 这样子是中性发泡 开始用慢的速度来打扮 打扮之后不时拿起来测试一下 要打扮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就是刚刚进入这个干性发泡 就是刚刚进入steve peak 后面它有很小很小的小弯钩 就可以了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不要打过度或是打不够 然后就加入刚才的这个杏仁混合物 之后用翻扮的手法 这样子轻轻的翻扮 翻扮到呢 你看到那个干粉已经不见了 在这个时候呢 就换这个花瓣的翻扮手法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着这个影片一样 这样子把它们分成五个花瓣 这样子spread出去 之后又再把它们全部烧过来中间 之后再重复 我呢重复大概五六次左右 这样子 那么每一个地方的潮湿度不一样 所以呢 你们要仔细的观看 要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开始看到它的面糊有光折shining shining了之后 你就可以停止 转换回普通的这样子轻轻的翻扮手法 然后每一个翻扮都开始测试一下它的浓稠度 这个浓稠度呢 就记得不能够搅拌过度 要不然就不能够成功 要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拿起来它还是有流动性的 而且你看它的边缘是慢慢扩大 那么掉下来的这些面糊呢 还会留下一些的痕迹的 它们叫做好像lava的stitch这样子 这样子 那么记得 好了之后就把它们立刻转入裱花袋 为什么呢 开始在外面 如果吹干太久的话 它开始会硬了 所以动作需要快 那么用一个烤盘 那么在它的四周围 放一点的面糊来连着你的烤纸 裱花的时候呢 你的裱花袋需要放直 并且它的力度还有它的高度是一样的 那么pipe到尾的时候要转一圈 这样子它就不会有尖角 好了之后就震你的烤盘 记得一定要震 震到它的表面开始滑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消掉气泡了 那么开冷气或是风扇 可以帮助你的这个饼干快一些变干 而且干了之后你用手指摸是没有渣的 而且它的表面会变得mat surface这样子 然后拿去烤箱150摄氏 用最低的层次那一个bottom rack烤 大概15到20分钟 15分钟是给小的马卡龙 那么大一点的呢 就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烤过度 在烤的过程你们看 它的脚就会慢慢出现了 非常的漂亮 每一个都是平均的 拿出来之后呢 让它们放凉 记得不要直接把它们取出来 要不然就会连在你的烤纸上面 现在我们来做chocolate ganache 在一个锅当中加入奶油 之后好让它们这样子烧到它们发泡泡了之后 就赶快取出 在这碗当中放你的黑巧克力 还有把这个热热的奶油加入 倒下去之后呢 用刮刀慢慢的把这个巧克力全部 好让它们能够渗入 就是沉淀在下面 还不要搅拌它 然后用一个盘来盖 大概三分钟左右 之后才来搅拌 这样子呢 所做出来的chocolate ganache 是会比较光滑的 三分钟之后呢 用刮刀这样子慢慢的搅拌 巧克力完全的融化到顺滑的程度 就很漂亮了 在这个时刻把它们冷冻 放在freezer里面 1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马卡龙的壳呢 已经凉了之后 你取出来它就不会连这个烤纸了 非常的美 你看下面也是平整的 那么找同样大小的把它们配成一对 之后这个已经定型的巧克力酱呢 装入你喜欢的裱花袋 你可以用这个新型的裱花袋 拍出来的pattern还蛮漂亮的 然后拿另外一个同样大小的就这样子压下去 重复直到全部的马卡龙都配成一对一对 这个食谱呢 可以做大概七个这样子 七对的马卡龙 就是14块马卡龙可做成七对的马卡龙 那么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融合它 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我们的马卡龙就这样子完成了 我好喜欢这个颜色 那么是一个pastel pink color 非常梦幻的颜色 很漂亮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角都很均匀 现在切开来看看 那么建议呢 你们把它放在冰箱 两到三个小时 或是隔夜才吃 哇看它的里面 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你看 它的这个表面呢 是光滑平整的 而且它的这个裙角呢 也是非常平均漂亮的 隔夜的马卡龙呢 非常好吃 外酥内软 里面是非常软的 那么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再吃一口 我很喜欢这个食谱 它的甜度不会太过太过甜 虽然还是有一点甜的 可是呢不能再减糖了 那么你可以搭配跟 比较没有那么甜的馅料 就好像今天的chocolate ganache 就会给它没有那么甜 整体上非常的好吃 那么 希望你们可以尝试做 拍照来给我看 好不好 还没有看我上个礼拜的video 请记得观看 还有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 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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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